天上的一粒孤星 怎可以成为一个星座呢 一件单独的事件 怎会引起我们的兴趣呢 世事就好像天上很多粒星 串联起来 才可以变成一个 有意义 有思考 有想象的星座 尼敦道政交所每位嘉宾所说的说话 就好像天上一粒星星 发出的光芒 勾画出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不同层面的一张图画 让我们细心欣赏 深入分析 和思考背后的意义 《离地新闻》逢星期四晚八点 和你幽国幽民 第二节的《离地新闻》大家好 我是Titus 我是Chris 我们继续有我们的嘉宾 我们想请你做我们正式的主持 好的 我们刚才问了两个问题 但在这两个问题之前 我会想先问一个问题 其实以你的经验 千万不敢当 以你的经验 其实你和加拿大国会议员接触都不少 我们有三个党 三个党你都接触过 六个党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 我都有和他们接触过 即是四个党 我说了现在 他们在游说他们 去关注中国 或者香港逃犯条例的事情上面 有什么的 advantage 和有什么的难处呢 我想如果要做国际游说的工作 特别比如我针对加拿大而言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 我一定要知道 哪些是和它的 national security 和national interest 是可以挂钩 意思就是国家的安全 那个关注点 第二个就是国家利益的关注点 而今次的引渡条例的修订 黑跑是两个因素都触及了的 都可以扣起上来 那所以为什么呢 这次我们在进行游说工作的时候 是比较快 click得着 但是这个只不过就是先天性的因素 但是呢 也都有一些新的挑战 这个新的挑战就是一个 所以时间性的问题 因为我们刚刚碰到 在去年12月孟晚舟事件 就是被美国弄固了一夜 就是我们加拿大就帮他扣留了孟晚舟 所有那些所谓最坏的retaliation 的反响呢 就全部我们吃光的 是的 我们吃光的 吃到正 但是 跟着呢 就立刻有两个Michael被抓 也都另外有一些的罪犯 是由一个轻判 突然间按照新的政治现实的需要呢 就改判为死刑 这个再加上在经济上 我们也都看到中方 对我们的芥花子油 对我们的猪肉 也都对现在也都放空气 可能对其他一些的产品 可能也都加以制裁 可能他们会少码了我们的Canada Goose 啊 我想这个可能是没有做的 这个也不用担心 因为中国的消费者会大力反对 这个不担心 这个不担心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10月15日的时候 去年 那时候Canada Goose 原本想着 不是啊 好像今年1月 Canada Goose 原本打算北京开第一家旗舰店 就是因为孟晚舟的Retaliation 突然间1月15日 吞迟半个月 但是到1月30日 真的开的时候 排队啊 是啊 我们还没计算 我们还没计算 上海开的那家旗舰店 才不是出来 这个帮忙啊 是啊 排18个小时下去 真的不爱国 是啊 去买天落雪 是吧 我作为一个华耀 我真的痛心疾手 哈哈哈哈 但是我看来就好像微微追笑 那样说 都好像有点虚似 不是的 我心 我心 我把口和我心是一致的 我算是在加拿大 哦 是 那这个是真的 我当他们和我心疾手 是不错 哈哈哈 是啊 是啊 其实 对于加拿大的brand 在中国来说 好像反而不是很大影响 但是我想 其实你刚才提到 芥花枝油和猪肉 甚至可能今年夏天 有可能龙虾都出事 你知道马云说 我们会买很多加拿大龙虾 去中国的 你知道吧 是 所以 我也觉得有一些的 淡忧 为什么呢 芥花枝为例 我不是芥花枝农民 我不是住亚省的 但是我想象 那些芥花枝农民突然间 她的芥花枝种了出来 没有地方售出的时候 她看到现在政治的环境的时候 她会不其然 是会负责政府的 不排除这个可能性 再加上今天 今天我们大家都知道 今天CBC爆发的新闻 就是原来 杜鲁多上司打电话给李克强 李克强不接 哈哈哈哈 只是接她留言信箱 还是很肯定她多点听留言信箱 就是这样 我会想象到 那些受到直接影响的人 可能在投票上 可能不会再投入现在这个政党 因为她站在孟晚舟的事件上面 站硬 那你怎样去令到他们意识到 这个问题 例如《逃犯条例》这个问题 是比那些芥花枝和猪肉更加重要呢 我觉得其实我们都要对加拿大 我们的国民进行一个教育的 这个也都包括了 我们民选出来的国会议员 因为他们是和省议院 和市议员一样 因为有很多时候 我们是被分逃到去 误信我们加拿大是非常之需要中国 其实大家不知道 原来中国需要我们加拿大更深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 因为如果你看到贸易的差额 其实现在来说 我们引进中国的产品 是多于中国引进我们的产品 第二 我们都加拿大 上一次的节目我都说过了 加拿大具有中国在发展当中 非常之需要的一些资源 这个包括了石油 包括了一些稀有的金属 也都包括了一些电信 还有这个环保 太空科技 等等一些的软件 研发的产品 还有甚至也都包括了硬件 当然还有一个 现在还没涌上去桌面 那个就是水的资源 我相信可能十年以后 二十年以后 这个将会成为了全世界最珍贵的资源 不过这个我们各下不说 但是你说回其他的那些 其实中国 由于他现在来说 那个军事的野心都挺大的 还有他很想自己 因为要和美国争霸 要逐步要扩张自己 所以他看到 也看到加拿大 具备很多他所需要的天然资源 软件硬件 所以在过往这二十多年里面 我看到中国的 确实力在加拿大 那个肆虐和操作 面的广和深度 根本是比澳洲 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是否因为我们加拿大的自然资源 比澳洲多多呢 这个绝对是 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 我们这里有一个非常之高密度的一个华裔人口 是给到中国在操作锐实力 去dominate你 在政坛上dominate你 在媒体在社区那里 掌握到的华视权 就是不需要靠别人去笼络别人 游说别人去发表你的看法 他自己派人出来都可以 而加拿大他可以做到这件事 所以我觉得我们加拿大 千万不要矮化自己 我觉得我们跟中国谈判的时候 其实我们那个谈判的筹码 仍然是相当充足 尤其是以前我自己本身都是 主宰这个世界银行的项目 我本身是一个谈判的专家 我看很多macro和micro的因素 去定定究竟在谈判过程 你应该如何去尽与退守 我觉得加拿大人千万不要看低自己 在谈判桌上的筹码 其实你讲到谈判筹码 不禁令我想起你对上一次 可能一次还是两次我忘记了 有一次你讲到 中华人民各国在加拿大 或者其他西方国家的渗透 或者其他社力是不是都可以讲呢 比如说你刚才提到 孟晚舟如果我是一个白人 我觉得 这些是你们黄皮夫人之间的事 可不可以不要搞到我们来加拿大 我可不可以投票 叫做Keep away 不关我们白人的事 这还是一种说法 另外是不是也都可以说 其实加拿大那么多华语的社群 当中很多可能对民族自尊很上心的 又或者他们长期看一些 某一些传媒的很多不同的报道 令到他们心里面的价值观 是比较倾向某个国家 多过加拿大一个本土本身的 其实正如你刚才说的 对谈判来讲 都是一个有些对自己的不利的力量 是不是有些东西可以允许我们呢 我觉得在现在我们 加拿大那个华裔社区那里 确实对中国所谓强大起来 那种民族的优越感是相当高涨的 这个不单止说 只是在大陆来的社群 甚至在香港或者东南亚尤其是 东南亚比如越南 越绵寮 马来西等等 他们也都有一种 我很难以理解得到 那种对中国的民族感情是相当深刻的 就你看回这个华联会 华联会甚至有很多中国在加拿大 一些我们的United Front的organization 就是统战的前线的机构 其实绝大部分是有很多的 就是一个单位领导人 最高级的班原来都是马来西亚来的 因为马共在马来西亚很厉害的 那个影响 所以他们也带了这种亲中 或者是亲向中共这种情绪来到这个地方 是海外的一些代言人 是的 没错 其实我也觉得是的 其实我不说名字 但是我知道加拿大上下议院里面其中一个议员 是的 他自己本身都是马来西亚华僑 但是他那个政治立场 由他以前一个智库到现在 他做那位议员 都是非常之 就是跟中国的关系很密切 也都在政治立场等各方面 跟中国是很align的 是的 是的 还有这位省议员 就是他刚刚 其实去年也都在这个国会 做了一个有关关这个中间贸易的 一些战略性的研究 那当然这个结果大家都不言而语 都是非常之靠拢去 所以比较有利于中共的一种路线的推行 那他们很聪明 因为做这一种的研究 作为所有的国会议员 在经济贸易政策里面的一个参考 那你那种影响是非常之潜移默化的 所以我们真的在加拿大 如果你说我们在游说国会里面 面对最大的挑战 其实这个挑战很多时候 是来自每一个国会议员自己的心魔 就是说他很怕得罪中共的势力 亲中的势力 所以很多时候是自我矮化 自我审查 包括在今次的引渡条例里面 其实当我要做他们的工作 我都要花几大的气力去游说 和他们解释清楚 这个条例的修订 如果你不做 你有什么坏的后果 我甚至要利用香港 30万个海外选民 作为一个例子 说回给各个政党知道 如果你真的对引渡条例 你不发声 我说你没有忘记 在香港直接受害那30万人 他将会有海外选民的投票 这班人如果集中起来 看着你政党这种弱的表态 到时我进去票站里面投票 我们大家都知道 所以其实有很多时候 我们要以志之谋 攻志之吞 我们要懂得 如何利用一个 就是另一种的 对他可以 鉴制这班人的因素 解释给他听 你不要只是一美去趁衷 一美去怕 就是不要批评这个 就是不要批评这个中国 其实有很多时候 你需要站在加拿大人这个位置 以加拿大的价值观 去作为你政策判定的一个标准 还有讲到这里 亦都要参考中华民国 20年20年30年之前 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教授 西方国家受过一些经验 就会很难避免去挂纳得到一个经验 就是你越是peace 别人就越是得寸对手 是 绝对是 以前我在中国 因为我代表欧洲 都和中国谈判的 他们全部都是国家级的 一些谈判对手 我自己的经验就是 你一定要知道 你自己的底线在哪里 你的原则在哪里 你千万不要一进去 你已经跪下了 对方来说 中方是很看得透这件事情 当你觉得已经是一个狼中物 人家根本就不尊重你的 但是如果你知道自己的原则在哪里 你是行之以狗是坚持 但是另一方面也有利有折 比如对方需要些什么 我可以放得到 我给到你 如果大家有一个合作的时候 反而给到你一个尊重 这个是我和中共交手的一个经验 所以很多时候我都和 很多加拿大的国会议员 和外交部 我都和他们提醒 你千万不要矮化你自己 你要知道 我们自己本身的底线 我们的原则在哪里 你一定要 就是有些位置 你一定要守得住 其实所有的negotiation 当然都是give and take 但是去到一些位置 当你发觉 你compromise 你立国本身的价值 你那个价值观的时候 你就是想想 你究竟还想不想 跟这个国家有任何negotiation的结果 或者是可能分到 融向我大地的讲一句 是不是有些东西分到 而是要对大家都好些呢 嗯嗯嗯嗯 好了 那来到这里的时候 融向我发个忙 好 那我们都觉得 就是我们这个抗争的目的 是 无论是香港 在厂立法会面前的 那些年轻人也好 我们在这里 在这里 网络加拿大议员的也好 我们希望 短期 长期我不知道 短期来说 就是逃犯条例 能够撤回呢 我想问的问题 其实就是 会不会有一个 这样的万一的机会 这个逃犯条例 是可以撤回呢 会在一个什么的factor之下 港共政府 是会撤回这个逃犯条例呢 其实我觉得 作为中共来说 因为他们的组织经验也很 非常深厚的 我们不要看低我们的对手 不过 如果你在现在这个博力局面 虽然表面上 似乎有很多先天性的因素 都对这个香港公民社会不利 因为如果你说整个体制 建制派是占了立法会的大多数 你无论怎么谈 怎么投票 都输硬的 那在公民社会那里呢 在先前来说 大家也都觉得 遇上了运动之后 那种政治无力感也很重 但是呢 在今次 《调犯条例》里面呢 就是我自己看到一线的曙光 就是在这个 引渡条例这个运动里面呢 它竟然也都成为了一个联合统 是将以前碎片化的各个派别呢 现在重新再统一起来 你无论说在香港如是 甚至在这里 刚刚过了你这个星期一 我们港交联搞 在经贸署游行去中令馆再集会 二千多人里面 我看到尤其是年轻人里面 有很多是以前可能未必理解我们的 但是这次来讲 大家都 大家都走出来 因为最主要大家都看到危机 就是说我们没有分裂的条件 我们一定要团结一致 那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感到最欣喜的地方 就是说大家愿意平气一几个分歧 在大是大非的问题 重新统合在那里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我自己看到一个比较正面的因素 另一样东西呢 就是国际的支援 香港已经去到一步 中共很明显它又要将它收归 你看到一地两检大湾区 到今天这个引渡条例的修订 是一步一步将你香港 回收回去中国的一统的专制政权 一统的专制政权 一统的专制政权底下 全部大陆化 但是呢 我觉得这次 其实国际的反应也是做得不错的 因为美国那里最先反应 CC的报告也都直指 就是说你今次这个引渡条例 如果通过的时候呢 是对香港政策法里面的 key provisions 一些主要的条款 是有违背的 特别的自治和法治的精神 另外呢 欧盟28个国家出了这个外交召会 是一个非常高层次的一个抗议来的 而英国和加拿大也都做了同样的事情 而且英国和加拿大的外交召会 是的 一起发声明 其实我当时都会觉得 有些奇怪的 就是 当然加拿大都是英联邦的成员 但是在这个情况之下 加拿大选择和英国一起出声明 我觉得有一些虚忌 我一时间都想不到 不过 不过我觉得这个 我自己就不是太出奇 因为如果你看回我们的外交部长 Minister Freeland 其实他是一个能力相当高 很干练的一个外交人员 其实Titus提过这个人的履历 他以前是一个媒体的工作者 那变成他对很多国际事实的分析 他自己有自己的一些深厚的看法 那么认识 而对国际一些的矛盾和博弈 我觉得他也都有一定的经验 可以说他的能力和见识 是比我们的小道老多 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我想这次他选择和英国一起出这个外交的召会声明 我觉得是相当聪明的一着的 第一 大家可以联合在一起的时候 起码中共他要打你转头都比较难一些 因为大家可以互相支持 变成一个战略性的盟友的角色 还有大家互相reinforce 互相对这个条例的看法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做法 但是我也可以跟大家说 我们的外交部长出到这个声明 其实背后也都有不少 譬如我们公民社会 加拿大我们公民社会 和这个香港的代表团 真是背后也都做了很多的外交的用水工作 因为其实一个国家 要出到这么高层次的发声 其实不简单 有时候我们真的跟谁说 那些社会的国家都是说的 你不明白这件事 要一个国家这么高层次 去一个国家 和这个国家 要去所有的外交社会 其实不是这么简单的事 是啊是啊 而且就算你譬如今天 外交部有出了一个声明 针对香港警察暴力 但是大家不知道 其实过去这么多的星期 由5月8日 我们跟外交部见了之后 其实中间我们的沟通 是未间断过的 我们不断要把香港最新的情况 较避他们 亦都跟他们沟通 究竟怎么做 可以避免到 所谓中共的 制作产制之外 外交部也都可以支援到香港 其实这个位置 如何拿捏得准是很重要的 所以在这里来说 其实我已经 在这些还没出之前 我都知道 有这个声明的出现了 我只能够说到这一件事了 其实去到这些位置 都讲了少少政治智慧的 其实讲到政治是每一个人的事 嗯 而其实现在这个社会 发展到这个地步 已经不可以说 哎呀 他们受審 或者他们自己拿来 我没有犯法 不关我事 很坦白说 就是经过5年前 我们学了这么多东西 经过这么多东西 如果这个时候 都还讲这些东西 似乎就有一些 就是沟沟江水 就来浸到你 深深口 你都还在发梦的时候 你就真的要小心一点 嗯嗯嗯嗯嗯嗯 我想其实最重要的问题 就是一件事情 就是我觉得中共最怕的 就是一群人团结一起 去对抗她 是的 即是一些人分开来 对抗她 就很容易的 分而灭之 很简单的 是的 对于中共来说 就是统战部 所谓统一战线 就是统一一些 没有那么严重的敌人 去打一些比较严重的敌人 次要的敌人和主要的敌人 是的 主要敵人消滅了 那些次要敵人升級 做主要敵人 到時才再打他 就是把他分開來打 那就最容易了 我覺得香港近這幾天的抗爭 我覺得最欣賞的就是 OK 你喜歡和理非非的抗議的 你去 但是我不會批評你 相對來說和理非非的 也不會太質疑那些所謂勇武抗爭那些 其實大家在做分工合作 103萬人出來示威 應該有相當多的一批人 是不會給得起那個代價 去拿起支槍去抗爭的 OK 那香港也應該不會有太多人 會有興趣拿起支槍來抗爭 於是他們在星期日 各人都各 做自己可以做到的事 而不會說我覺得你太過斯文 你覺得我太過操勞 是的 然後他們完畢 然後當然有些少數可能會批評對方 總會有的 OK 但是那幫人退了場 然後那些走出來示威衝擊立法會那些 就走上來 他們不會批評那一百零三萬人的 是的 那一百零三萬人也不會批評這批人 其實大家是各自修行去達至同一個目的 這個我覺得是很欣賞的 是的 但我覺得這次這個引渡條例 我想看回從另一個角度去看一個更大的層面 就是國際之間的協作問題 其實剛剛好在台北的那個國際研討會那裡 其實我就是有呼籲了中港台一些的 所謂社運界的活躍分子 就是我覺得我們大家要think out of the box 來去看我們怎麼去建立一個 國際上一個戰略性的聯盟 就是說敢於對中國說不的那些國家 大家一定要團結在一起 就是令到重新建立一個新的國際的秩序 敢於對中國說不的國際秩序 而過去這兩年 由於中國有實力 是成為了西方那個民主體制裏面 一個熱門的關注話題 那我覺得這個對分 對我們中港台來講 可以說是一個契機的 因為大家突然間醒覺到 哦 原來我們以前對中共 是有太多的幻想 以為透過engagement 它會慢慢慢慢融入我們那個 就是普世的價值 國際的秩序那裡 其實原來不是的 它壯大了之後 還要吃你回頭 那我覺得現在來講 西方那個民主體制呢 開始醒覺 就是說重新去認清 這個中共這個專制體系的本質是怎樣 從而呢 再調整回去對外的外交政策 還有很多一些經貿的政策 那我覺得這是一件好事 那另一個呢 其實我也都提出了 就是港台國際之間一個民主協作的互動的關係 那現在來講 港台大家都是面對中共的陰影下 香港的一國兩制現在已經爛了 但是現在來講 中共呢 又開始對台灣呢 是推銷這個一國兩制 那我覺得呢 這兩個地方呢 其實都面對中共一個很大的陰影 其實習先生呢 對台灣這個sales speech 我都覺得都看到 就是 沒有的 韓國就說 發大財 是呀 不過我覺得呢 現在在港台面對中共這個這麼大的陰影 我覺得那個國際的支援是很重要的 而這次的引渡協議 也都有一個可以的進展 就是海外 就是全球有29個城市 就是來自12個國家 那我們 你不要理會每一個城市 那個人數有多少 或者組織有多嚴密 有多鬆散 但是畢竟在這麼短的時間裡面 有一個這麼大的反響 有一個這麼大的團結 那個國際支援香港的力 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非常可喜的突破 好了 那我們時間真的差不多了 那如果大家呢 對我們這個節目呢 有任何的意見呢 那這樣呢 就可以在Facebook搜尋這個 Laydaynews L-A-Y-D-A-Y-N-E-W-S 這個字 就找到我們的Page 我們這個節目每逢星期四 香港時間晚上6點半到7點半 就是多倫多時間 早上6點半到7點半 城寨網上直播 詳情可以到星宰.hk查詢 這期《離地新聞》是2019年6月12日 多倫多時間晚上9點 即是香港時間6月13日早上9點 錄影 下星期再見 拜拜